這個是 理事長要講 不是 我剛好 因為剛剛文雄兄講的 其實很有他的道理 那我要提醒大家 為什麼我說鼓勵大家說現在可以進場 但不是表示現在馬上要進去買 我們先看這兩三年 好來 我緩問大家幾個問題 第一個 現在都更危老行不行 這第一個問題 到處都在都更危老 然後我們就來假設這些都更危老裡面 因為危老本身是都更的一個講白一點 它根本就是一個病毒 危老本身在破壞都更的都市設計 跟都市更新的規劃 因為它是沒有面積限制就可以蓋了 我看這個表 你看這個表 六都裡面我們看到資訊上面 這個表裡面 事實上20坪就可以蓋了 因為它沒有面積限制 它不像都更有1000平方米 那我這個表要凸顯什麼 因為蓋到一後 除了它自助以外總是有多疑 因為它去做容積獎勵 然後一定是利用容積獎勵 你多蓋的東西來賣掉 來扣它自己的興建成本 所以一定會賣 那會賣的話 你可以想 這裡是不到20坪的基地 那扣掉建幣率 標示陰島的10坪 扣掉個樓梯 可能是樓梯在室內 然後扣掉一個小小的一個電梯也好 那以後是兩個人的電梯 我們要看到有兩個人的電梯 這樣子的話 以後大概這個市場一定是小坪數 所以我可以判斷 一兩年裡面 小坪數的小套房不會被靠住 因為它政府一定要開放這些小套房 來做融資 來做房貸 這是以後的未來的第一個走向 第二個 小套房又重新復活了 一定復活 因為以後都是小面積 為什麼要小面積 來我們先看在供給方好不好 它今天我們都鼓勵它蓋小面積 剛剛這個是它本來就沒有面積限制 這也就是小面積 好來 為什麼大面積的也會小面積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有報租貸款的問題 有租金住宅的問題 有社會住宅的問題 你一定是鼓勵投資客在未來的進場 然後投資客有進場的話 那個賣壓本身就會比較不見了 所以我一直認為 在六都的地方一定有一定的抗跌性 房價有一定的抗跌性 不會崩 因為有錢人不一定要賣 沒錢人還是買不到 六都房價是上還在上來的 當然還在上 因為它有抗跌 除了台北市沒有回到 還有8%的差距沒有回到新高 其實大部分都是創新高 沒錯 因為到底還是在供需 所以我一直在認為說 兩三年裡面 即使到下一波 因為你現在圍倒最快的話 一兩年就可以蓋好 蓋好又出來了 所以需還是撐在那邊 所以我為什麼鼓勵大家進場 你也不要以為說房價會跌 但是房價在上去也不會很離譜 但是房型會再改變 我再提醒大家這個概念 房型會再改變 就是小坪數 小坪數會增加 會變成以後的一個主流 因為我蓋這個房子 我就配合包租代管 沒有人買 就是投資客來買 投資客來買 來配合住民住宅 因為我只要是黃東的話 我配合租民住宅的話 外的房屋也可以辦 房屋可以住家 地價錢還可以自用 okok好 這樣聽起來都是覺得 好像大家聽了一點 現在好像要進場 等一個時間點了 我要再次問這個顏總 你怎麼看房價 房價沒有機會再跌嗎 沒有更好的時間讓大家進場嗎 房價應該處於低利率下 而且資金沒有驅入 所以一般來講 是已經有的人 他就會想要買一個 比較有投資性的 就是收益比較大的 大銀行定存的 他就會考慮去投資 我說有多出來的錢的人 他也不敢進股市的話 那這個比較穩 所以他會變成一個 比擁港 所以你會看到有收益性的東西 會變成是會被青賴 比如說收益的話 3%以上他就會青賴 因為銀行定存都已經低了 對 然後另外就是 沒有錢的人 那時候我想我們三位 看法都一樣 都是實在是要去買房 因為我現在講是 他已經有下修了 所以你看到有一些 預售市場 他還是有很多人在看 主要是他的房價 已經是不再像以前那麼犀利 所以這個時候去買 那買的話是因為 現在要怎麼開家 沒有那個價格要合理性 譬如說我們 當然我們在市場上 我們比較清楚 當然市場上有一些 比較離譜的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就是說 像建國南京 建國南京那個地方 當初兩三年前 三四年前的時候 可能是有人推了都更 大概都開到什麼 130 140 結果他成交是落在 大概110 110上下左右而已 然後那個 最近有一個案子推出來 這機率也不大 那個應該只能稱 短褲的布料 比內褲還大一點的短褲 他那個大概是200多 他是也是波平進去 但是可能有一些機械的 對 那這樣東西他開的是 譬如說開到120到150 120到150哪裡啊 就是這個Range 我剛剛講這個是南京建國 那個地方 好 你看到說 我們都教說 怎麼看那個合理價 然後附近的 附近有一個案子 是前基地900多品 也是杜根案子 那曾經賣到最高是120萬 那現在還是開到120萬 但是他的交易 交易量比較少 就是從40坪到 合併大概有100多坪 也穿不上是豪宅 因為他有一些 四五十坪的坪數 都穿不上豪宅 但是他就賣的就是 賣的蠻高的價錢 就已經17年了嘛 對 比如說17年了 我們知道 你看到那個 志琳在跟一個男人 纏鬥了17年 他去年終於嫁 志琳已經幸福了 對他已經嫁了 他為什麼嫁呢 突然我就覺得 有一個實際案子 有人問我說 顏總你看到這個 在仁愛路上面 一個大概三四十歲了 三四十年的房子 這成交應該多少錢 所以我們現在 在算這個觀念的話 就是說新西瓜區 大概全新的大概是220 230 東南路上面220 230是全新的 那照我的過去的 講的觀念 看我還講說 他的合理價應該在哪裡 就是說那種 20年30年以上 合理房價是等於 新的房價的一半 對 我講過這個東西 所以你講說 在仁愛路上面 或者東南路上面 舊了房子三十幾年的話 應該是落在 差不多100 110 頂多是這樣子而已 舊的啊 100到110 對舊的 可是他說 他裝完環之後賣了 把裝環賣的時候 賣了140萬 我都很好奇說 一百四十萬新人買 我就問了誰 你也覺得過 他說 他說他賣了 他是一個老先生 九十幾歲的老先生 他為什麼買 我就問他嘛 九十幾歲 買個小孩吧 不是 他為了跟他生活在一起 有一個幫助他 幫庸的 照顧他的 費用也好 幸福的瑪莉亞 對 就是60歲嘛 他覺得跟他在一起 比小孩子好 所以他認為說 我應該買一個 我買一個地方 跟他生活在一起 可能是已經慈目之臉 差不多了 但是你會覺得 他可以花這個錢去買 而且是 那個價錢是沒有什麼殺的 再來是全部是用cash 全部用現金 你是說我們台灣還有這個 另外一個推的力道 就是有錢的黃昏之臉 可以現金買房的力道 因為這是愛 是真愛 所以他買了 買了就是他成交了一百四十幾萬 所以他這個東西 畢竟是少數 對啦少數啦 那我要問一個 現在比較正熱頭上 大家開始想 現在感覺上很多香港人來看房子 香港情況有多糟糕 我們今天不解釋政治問題 但事實上 香港人會不會過來 造成房價的一個推力 也不會 也不會 台灣現在在鋼金系 我們剛剛講說 他這個房價已經下去了 他所以他要開高就沒有人買 因為大部分是鋼金的 剛剛靖翔哥講過了 現在是會下去買的 投資格下去買的話 很少 很少 除非買有收益的 因為買了東西是要期待漲 不是買了就要長期性的套牢 現在買的話 經過四五年之後 那個房價還是一樣 穩弄不動 這叫跌了 不漲就是跌 所以我們就是說 現在買的話都鋼金的 鋼金無所謂 現在沒有投資客都鋼金的 所以投資客他不會漲 所以他的資金 在尋求最大的獲利的話 就會到股票市場去 因為那個比較快 比較快 而且那個獲利 比如說你一筆資金 可能是一千萬兩千萬 你要繳文雄的話 他去抄的話 可能獲利大概三成都有 三成喔 李老師上次來講一下股票 他有 我要補充一下 這個功率 不要誤導 那合理價到底要怎麼開價 你們三位其實都覺得說 現在這個鋼金需求 那都是一個進場的時間點 雖然房價感覺也不太會起來 目前對不對 我講的是合理 所以我剛剛還沒有講完 你借錢用的 你每次都在插嘴 然後自己多厲害 不然你先講 你講 我說剛剛講說 那個 假設是全線是220的話 在人愛路上 那舊的是110 所以110的話 就是很簡單的 舊了你真的110 地段好 所以假設我們剛剛看到說 他假設成交 120到150 預售的 好啦他就平均在130 130的話 你現在蓋三年 蓋三年的話 你說假設我現在貼線率是 因為利息低的 我貼線是5% 就是我把它貼線 賺紅錢貼水的話 5% 130的話 5%的話就是 6萬 6萬5 6萬5 3年的話差不多20萬 所以他應該講是 130的話 減掉20萬 現貨應該在110 很吻合 可是他旁邊 那個已經是17年 他在開120 成交落在一百零幾 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代表說 賣了好價錢 那因為附近 附近新的大概現在都是 附近新的 像巴德路 像那個建國路上面 新的大概五年內的話 他都已經成交 大概都在七八十萬 頂多 又回到了2011年 所以那個時候 買這東西很簡單 他說 我這個地方是很多人在排 現在建商銷售很厲害 他說來你要先看房子 要先預約 先付錢 就他分到只有可能 不到30戶啊 就是先付錢 但是我覺得這個價錢買了 自用可以 投資是不用講 投資大概是 你現在買 譬如說你現在買130 現在都是用自用的價格來想 對你現在買130 結果三年後完工之後 130賣不掉 你知道嗎 你要掉價 掉到120才賣掉 這個在建國路上面 已經可以看到這個案子 已經看到類似案子 三年前他可能買到130 他現在130 完工之後130賣給誰 現在沒有辦法 對 因為旁邊的一座 那現在買會不會有一樣的情形 發生三年後又買不掉 投資是可能的 投資可能 自用是不會 我一開始講是這樣 我說投資戒指用 那自用是可行 OK好 所以在這房地獎 你要靠房地獎 這個賺錢增值是蠻困難的